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似曾相识又不全时 于是问旁人 他们是些什么人 在干什么 旁人告诉他 那些穿笑衣戴笑帽的是你的子孙 他们在为你追作纪理呢 哦 原来如此 事情也真是怪 那边纪理一结束 这边病就好了 他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 我见到了前世的儿子 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还有一个女孩名叫吴航 她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和自己的母亲杨献花 说自己的名字不叫吴航 而是叫姚普罗 她前世就是这个名字 三岁小毛孩的话谁信 现实的事情都搞不清楚 还前世呢 所以杨献花只当吴航 在哪里听到了姚普罗这个名字 觉得好玩瞎说的 并没有当回事 但是这之后 小小的吴航逢人就说自己前世的名字叫姚普罗 她现在的双胞胎妹妹 是她前世的一个要好的姐妹名叫十辈武 大家见一个小孩说自己前世的事 说得有模有样 都觉得稀奇 于是吴航记得前世的消息 一传时时传百 就传到了吴航前世的妈妈杨贝东的耳朵里 杨贝东的确曾经有一个女儿名叫姚普罗 姚普罗也的确有一个好姐妹名叫十辈武 但是后来因为与家里有一些矛盾 姚普罗就选择了和十辈武两人双双自尽了 一个素妹蒙面的三岁小孩 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好奇之下 杨贝东就主动去找了吴航 谁知一见到吴航 他还没有开口 吴航就说你叫杨贝东 是我前世的妈妈 一时之间 看着眼前的小孩 杨贝东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但是更让他震惊地还在后面 在后续的深入交谈中 吴航还将杨贝东家里各个家具摆放 都说得一清二楚 比如家里的墙上挂了什么 桌子摆在哪里 桌子摆在哪里 自己生前穿的衣服放在哪里 就好像吴航真的曾经住在这里一样 一个三岁的小孩 一下子条理清晰地说这么多 本就不正常 何况还这么准确地说出自己家里的事 这让杨贝东不得不选择相信 吴航就是自己前世的女儿 无缘不惧 无债不来 孩子今生的陪伴 是因为你前世所种下的善因 所以孩子今生来到你身边报恩 遇到前世曾相爱的人 两人之间的感觉会和其他人不一样 两人会有一种心灵感应的感觉 仿佛在想对方的时候 对方也会想你 而且即使身处茫茫人海 也能凭直觉找到对方 他就像一个发光源一样 旁边的事物在他面前都显得暗淡 两人就像阴阳相惜的磁铁一样 互相吸引 互相感应 能够凭感觉就猜到对方身处何地 再做何事 在江苏省昆山市的一个小镇里 事情的主人叫王小亮 是个来自于贵州的农村小伙子 从四年前夏天开始 王小亮就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面 他跟一个陌生的女孩子 两个人都穿着民国时期的学生装扮 在一片清澈湖边一起读书一起玩耍 梦里他觉得十分的开心 但慢慢的他就开心不起来了 因为这个梦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做着同一个梦 这就让王小亮觉得疑惑了 他很想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连续地做着同一个梦 而且梦里的场景还是重复的 他总觉得有一道解不开的结在心里 这一梦就是三年 三年来 王小亮也记不清究竟梦到了多少次 从一开始的开心 到后来的疑惑 直到最后王小亮开始觉得苦恼 他特别想知道这个梦里的姑娘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却不知道去问谁 王小亮去找了心理医师 但医师也没有好的办法 只是劝他不要太过劳累 就在去年秋天 这一切终于有了一个答案 去年秋天 王小亮去了一趟湖南凤凰旅游 就在王小亮刚到凤凰的第三天 他就在一个大水车旁边 遇到了那个他连续梦了三年的女人 那是一个下午 王小亮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 当他走到大水车旁边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群学生在那里素描画画 对画画一窍不通的王小亮就鬼使神差地跑过去看了一下 也就是这一看 看成了一段姻缘 当王小亮走到江边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女孩子站了起来 当那个女孩子转身之后 王小亮看到了他的面容 他也看到了王小亮 俩人瞬间都长大了嘴巴 俩人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出了一种又激动又复杂的情绪 当下王小亮就邀请他去旁边的咖啡厅里坐坐 女子笑着点头答应了 二人坐下之后 王小亮平复了一下心情 点上了一根烟 说出了那个困惑了他好几年的梦 当他说完 那个女子就哭了 哭了好一会才缓过来 他告诉王小亮 他也同样做了这个梦 而且也是一梦就梦了三年 梦里的情节跟王小亮经历的完全一样 两个人聊了一整个下午 感觉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 彼此都非常的开心 但也没聊出个所以然 俩人依旧没想明白 这个梦的存在究竟是为何 当天晚上 王小亮就向女子求婚了 女子也哭着答应了 去年年底 俩人把婚事办了 当王小亮跟双方的父母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双方的父母也都惊呆了 最终只能将此事归于缘分 说他们二人是天定的缘分 也或许是前世的缘分 未了 今世又重续了 虽说一见钟情是见色起义的别称 但你们两个的一见钟情 并没有止步于外形 电光火石 心灵悸动 前所未有的感觉 对方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是那么的和演员 都是那么的熟悉 两个人的对话 是如此的默契 见到对方 盈盈的笑意 莫名其妙的开心 幸福感油然而生 这样的两个人 仅仅是待在一起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就够了 就是这样稀罕着彼此 爱慕着彼此 什么灵魂伴侣 红颜蓝颜 都难以严禁这种情缘 这种神奇的情愫 常言道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所以我们一生中 所遇到的 形形色色的人 其实都是缘分使然 而在这其中 就不乏我们前世的爱人 虽然这种说法 看似非常难以置信 但是从风水学的角度 看来这是十分有可能的 因为促使两人 风水气场相吸的 主要特质 就是前世的缘分 那么 遇到前世爱人 有哪些典型特征呢 一 心灵感应强大 由于爸爸和女儿的关系 都较为亲近 所以人们常说 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片面 但是其理论方向是正确的 如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某一个人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而使之产生一种 强大的心灵感应 而这正是遇到 前世爱人的典型特征 二 脖子后 同一处长治 传说 每个人在去世之后 都会走过奈何桥 喝一碗孟婆汤 因此望 却前世今生 但是有很多痴情的人 都想要带着这一世的记忆 去下一世 寻找自己的爱人 所以 孟婆就为其做了一些标记 那就是伯后的治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脖子上 与自己同一处长治的一行时 那么就多半是我们前世的爱人 三 面部同一处长九窝 除了上述的志向之外 民间传说 孟婆的另一处标记 就是脸上的九窝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 面部同一处长 有九窝的一行时 也多半是 我们前世的爱人 虽然这些说法 看似非常的虚无缥缈 但是正所谓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选择一个与自己有缘分的人 谈恋爱自然是不会有坏处 前世恋人今世遇见 不一定能够再做恋人 他们或许会变成至亲之人 或许会变成最好的死党朋友 所以如果你身边 恰好也有拥有着这样 四种身体记号的人 就请珍惜他们吧 也许他们就是那个历经千年 转世轮回来找你 再许前缘的人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吉祥分享的内容 可以点点赞 或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